拜登总统2月24号星期四在白宫东厅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了回应 他言之批评普京总统的这个行为是有预谋的攻击 他说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一直不断的在警告大家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边境部署的部队运送协议建立战地医院 而且还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分离主义分子 同时还进行各种的虚假信息战 这些就是有入侵的意图 那么拜登总统接下来就宣布了针对俄罗斯更多的金融制裁 还有出口管制的制裁行动 普登是反应者 普登选了这个战争 现在他和他国家会有的影响 今天我批评更多的强制裁则 和新的限制裁则可以在乌克兰 这将决定要向乌克兰的货币 各自然而非反应 我们想要用这些制裁则 我们为了向乌克兰的产生 可固定地裁则 以连强度长的影响 保持这些影响 在沙克兰的影响 和产生 而要提出了 孽子 以indre 我们要设计 我们不做这些员 人能做的事 而除了之前已经对两家大型的俄罗斯的金融机构 也就是俄罗斯外经银行 以及俄罗斯的军方银行实施制裁之外 今天额外又宣布了对两家俄罗斯大型银行的制裁 同时对俄罗斯进行出口管制 班林总统说这将会把对俄罗斯的科技出口砍掉一半 另外由于白俄罗斯配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因此白俄罗斯也受到了制裁 班林总统说如果局势恶化的话 将会推出更多的制裁方案 拜登说普京攻击的不只是乌克兰 他攻击的是全球的和平 而普京现在的心态就是要重建苏联的往日荣光 他说未来回头看这一段历史 将会发现普京是实际上让俄罗斯变得更加弱小 而民主的尊严是更加的强大 班林总统说乌克兰已经独立了三十几年 美国将与盟友一起确保乌克兰人的自由不会被夺走 而美国将持续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包括人道救援等等 他也宣布继续增派美军部队前往协助 包括从德国来调派现有的部队 而且也正在与美军参谋总长米利将军讨论增派军队 班林总统强调美军的官兵并不会进入乌克兰作战 但是会协防北约盟国 贯彻北约宪章第五条款当中的承诺 不过班林总统也强调 如果今天俄罗斯入侵的不只是乌克兰 还把这个军事范围扩大到了北约盟国的话 那美国就一定会涉入 在机球会上的媒体也关注 为什么没有将俄罗斯从Swift 也就是环球银行的金融电信协会当中来排除 为什么本次的制裁没有直接包括普京总统本人 班林总统说制裁普京总统本人的选项还在桌上 他没有回应说为什么今天没有就宣布实施 不过他也表示这一次的制裁方案 力道是比把俄罗斯剔除在Swift外面还要来得更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班林总统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他会开始观察到罪了 尤其是作为做了 什么会不会让他做的 他会运动的计划 因为他会是侵害了 他会得多大决定的选顺 在国际上述留的方式 是不是以为他会用得更大重的选项 或者是反应的方式 或者是反应运动 那被问到是否会担心 现在这个俄罗斯义乌克兰冲突 会越远越烈 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冷战 甚至导致美俄关系完全破裂 拜登总统则是回应说 现在美俄关系就已经是完全破裂了 那么他也指出说 普京将会看看西方国家 是否真的会继续保持团结 来维持制裁 那么他说大家一定会团结下去 那也被问到说 美国是否要来敦促中国 加入世界孤立俄罗斯的行列 对此拜登总统就有回应说 目前并没有准备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毅 白宫报道